講請看 加大法理顛倒的話,怎麼會好呢 nah 如果法理顛倒怎麼會好,是不是 這是很明確的嘛,就是你法理不能顛倒 我們交上去華裏編導 今年5月30號 我們有正式的 就是 三位關心 學校、愛護學校的同仁 就是我、小弟 還有我們 蔡東銘、黃崔銘老師 他們是 工會跟教師會的負責 一同基建校長 針對我自己學系 在拼命方面 108年和110年 涉及到的缺失和弊端 我們有很明確跟校長提出 建議 後來就做成成情 校長也只是 人事事處理 可是5月30號到現在一過 就是說已經五個多月了 到此時此刻 我還不知道 我們108年聘任老師 也有違和 時間一過三年多 批贏任理由不能說 蘇老師勇敢的 提出來以後 卻被系上的老師 在校教品裡面 利用臨時提案的方式 然後來 透過學校 來組成一個 三個人的委員會 專案小組 然後 就來認定說 蘇老師是有 是有這種泄密的行為 然後再回到系上 再回到院 再回到校 然後這樣來 這樣來處理 因為這個調查小組 調查小組是還是什麼 專案小組如果 如果他們已經確認的話 其實我想 系跟院大概不會 不會 大概很少會去講什麼話 因為 因為 因為校已經這樣做了 所以說 當然這個到底能不能成立 或是說 這個成立的法源 或是怎樣 這個是有待可以去商榷的說 他們說到底這樣 合不合理 在行政裡面 這樣到底是 可以不可以 對 因為不能隨便 隨便 隨便來提案 然後呢 他們就來 校教品到底有沒有這個 這個權利 這個 我想這個都是有問題的 第一個 因為 大寫校院的三級三審 教品會制度 是比較法案的設計 所以那個 就是審級制度 成審的審 分級的審 審級制度應該要設法落選 我知道很多 比較先進的大選 同一個委員 針對同一個 利害關係 然後當事人 不會在三級教品會都出現 不管對他有利 或不利 所以我們 以後可以做的事情是說 在進入第二級院 第三級校的時候 當事人必須主動出去說 你之前有沒有審過 當事人的案件 那如果有的話 特別是有厲害的衝突 當事人要主動 迴避 主動聲明 主動出具文件 另外一個呢 選項要再查 因為我知道很多大學 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現在沒有 第二件 要建立一種責任制度 就是說 你不能夠說 事情發生了 第一個 產生一種 觀觀相互的那種感覺 就是沒有具備 大學自治體應有的自我檢查功能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何必大學自治呢 我們回到教育部統治的時代 教育部基數的時代 第二 各級行政和學術單位主管 要彼此互相提醒和監督 第三個 對於這些違法濫權 由於行政專斷 根本背臨大學法 跟大學法施行細則的 立法主義的這些 兼行政工作的教授同裁 學校應該想想看 如何加以約束 大學自治的患傳是 學術自由、講學自由 學術自由、講學自由 有一個很重要的甜語 叫表義自由 Rhythm to express 就是我要說什麼 我不說什麼 是我身為一個成熟的學術人 我自有哪裡 那我在逾越國家法令 在不明顯觸犯學校協定規章的前提之下 你不能動不動 用那種約束孩童的方式 大學法第一條 大學自治 大學作為一個自由民主的一個便塔 所以大學的學術自由 以及教學自由 是不容許被其他所有的外力所干涉 但是這件事情 卻成為現在很多各大學 行政獨裁的一個保護傘 怎麼說呢 當他利用所謂的行政資源 在對校內老師進行壓迫的同時 當如果假設我們透過教育部 你這個是不合法 他就向教育部說 我這是大學自治 教育部你不要來干涉 可是其實我們都忘了一件事情 所謂的大學自治 所謂大學把第一條的大學自治精神 他並不是為了保障行政獨裁 而讓這個大學自治的 他是為了學術自由跟教學自主 而才保障大學自治 所以很多大學裡面的一些行政主管們 他利用行政權力在校內進行獨裁之實 然後對外卻宣稱我是大學自治之明 基本上這個其實是有問題的 那這個權力呢 從校長、院長到系主任 他們都以為我已經當官了 所以就可以對我的老師們 或是在教學、在研究、在各方面上面 就有某一些特別的額外的要求 剛剛不服從的時候 我就要懲罰他們 利用各式各樣的方式來懲罰他們 而這些懲罰的機制 這就涉及到第二個問題 也就是說所謂的校園民主化 本來大學裡面有很多都是三級三省制度 按照程序過來從系院校的三級審查制度 可是現在我們都知道說 因為這些系院校的三級審查制度當中 都是被行政的人員所阻擋 所以變成了好像在表象上面 他是合乎了三級三省的制度 可是在實質上面 他卻是利用沉默的大多數人的沒聲音 他知道少數人就可以讓某些案子成立過關 然後去壓迫某一些老師們 那當老師們 有一些老師們心中有所不服 或是發現這個程序是有問題的時候 他就扮演吹哨者的角度 吹哨者就是要把這些不合程序 不合正義的內容把它揭露於外 可是學校卻用了一個名稱 這就是要做什麼 這叫洩密 就是你怎麼可以把我們的會議內容把它洩密出來 那這個基本上也是有問題的 所謂民主 所謂公共事務的監督 他本來就是必須要資訊透明化 各位可以知道 現在立法院的所有質詢案件 基本上是不是都已經公開錄影 我們在電視上面都可以隨時看到立法院的諮詢過程內容 可是現在我們在大學內部的教評會、校務會裡面 他的所有錄影、錄音或是會議記錄 卻是不得公開的 但如果有一個老師發現這個程序有瑕疵的時候 他想要把它公開以取得社會正義或媒體的力量的時候 他卻被叫做是洩密者 那今天我們看到的蘇老師就是這樣子被定位下來 所以在這整個過程當中 我們要追求的 第一個 大學的真正的自治精神的落實 第二個 在整個大學行政的過程當中 會議的所有行政會議過程當中 他是不容許被操控的 第三個 校園的民主跟自由 必須要透過資訊的透明化 才能夠得到勝章的